说回关外队,关外队你怎样说呢?很难不笑它 你想怎样才行,你整队关外队,你叫它去做什么? 我都很肯定它是那些街道委员会那些基层组织的,不用说了 估计都估到了,问题就是关外队前面有一张照片,你见了 素树叶,素树叶被人说抢了清洁工的那份工来做 当然不会了,其实素树叶是有技巧的,大家有素树没有 要细心留下吧,没有人没有素树,但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素树叶其实是要有些技巧、轻轻力的,专业的素树更加重要的 那你随便看到前面的照片,后面还举个纸牌,做表演 那杨展说前任那个,懂得举牌很棒的了 哎,文协慈恋主,杨展就评论了,这些人会做表演很好,不要预求那么高 那我又不是说这帮人做什么的,你见其他相片,近镜看到这帮人 其实真是基层人士,就是那份工,是吧,兼职的已经是,即是很刻薄的了 我相信,你不是全职的,好了,跟着什么东西都,九丝垃圾的东西呢 文政事务处叫他,他就去做了,是吧,你估计到,那算是怎样呢 当然了,结果就发现了,原来是说要,即是 那个,有个指示,即是守则里面,是需要的,所以当然他们不是自己做 当然我也很肯定他们不是自己,即是哪些人叫他做,就是政务处了,对不对 基本上你叫他们去做,他们不做吗,接着,你这个形象来的,是吧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呢,你当然想着这样的形象很好,那些人就很支持关爱队 这个这么伟大的构思,那你估不估到,基本上是会有负面的效果呢 你看到有些区议员,其实真的,我不知道感谢他,不感谢他 我没有预期他做,有些区议员真的去做这个,掃垃圾的,落完雨这样 这样,有时甚至乎,即是说,会,即是,塑垃圾之外,即是会组织街坊义工 如果看到这些事情,大家会多谢他,对不对 他是法治真心的,对不对 当然也都不,有些人就不喜欢的,你区议员,你为什么跑去塑垃圾呢 还有你,你是不是抢了,你又不会抢了那些,清洁工多少工作的 因为你都是这样做一样,或者你真心做好,假的,做好了 因为你比如,清洁工呢,就每天都要掃垃圾的 那那一轮呢,整个街道的垃圾,他们当然辛苦了 那你帮了他,不会因此而炒垃圾的,对不对 所以,但是关爱队本身不是做这样的嘛 如果有些个别关爱队真的那么厉害,是吧 他社工那样,那他有一帮人很友善 又喜欢做这些事情,其实都不对的了 因为你的原意不是这样 好了,他们组织到一些人自发去做 去做这个街上的清洁工作 做了,这样,那我们,然后又有人报道,这样就正了 其实这样就可以是,当是一个形象工程 但是现在呢,现在呢,做样子 现在是政务处,假的背后叫他 又或者又不是政务处叫他,是吧 这帮阿淑和沈呢,有份兼职做,是吧 一看就只是基层人士了 那就是,那他就要掃垃圾了,是吧 投标的时候没有自动要求的,他说呢 是因为这个政务处,民政处,民政处那叫 政务处白字黑字,写明要做,是吧 那呢,连掃把都自己戴,真可憐 大佬,掃街的掃把不同的,数据业那些粥那些 那你看真是他拿着那些是普通的 在日本城买的那些,那些家居的掃把 拿去数据业落了雨濕了,其实是很不对的 根本就做不到的 那呢,盖探网民骂他,我就说呢 这个不能怪网民也不怪他们 而我怪你那些政务官呢 现在呢,很明显的了,就会抗权的了 就是呢,AO抗权,本来都没什么 没什么对不对的 本来你政务专员呢,其实就要和民主派合作 等于你公务业要和共产党合作一样的 那大家各有各式,那现在就不是 废议员,废议员,废议民主派之后 我建议将来连这些建制派的区议员都废议员 省下很多啊,你现在做什么呢 那你区议员是做这些东西的嘛 组织啊,义务工作啊,这样 如果他聪明的,他组织到的,不组织不到有他 组织到的他聪明的,那他自然是得到一票 选民的一票 好了,现在不是,现在你官方安排 是吧? 都有一样好的,都不是好的了 来日这些关外队很明显啊,其实很多 你如果是打荒落雨之后,去问一下老人家 老人家,独居那些 你关外队去探他就对了 那为什么撲出去掃垃圾呢? 是吧? 而呢,我们也很明白的 假设,如果我附近有什么大的灾难 很久没有听,是吧? 塌了一些东西,摘住人,诸如此类 我都会撲过去,撿一下钻在那里,帮手 好,这些突发性的灾难,普通人肯去帮忙很正常的 这些就是光辉的表现,这些是不能够故意做的 从来都不可以故意做,也不是说 要怎么组织那些人 你可以组织那些人,现在政务处是负责的 公务员有这样的特别队的 你做这些事情就算了,是吧? 你连关外队,也当作公务员,因为关外队 当然是工资低,永远都是的,是吧? 还有,这些仍然是外判,合约 你都给它一点点自豪感,是吧? 我低身,不过我在社区里,有很多东西是低身,入息低 但是有些人很乐意做,比如做环保那些 有些环保的合作社,在社区里面做这些东西 是吧?如果有这些东西,那你OK啦 我觉得这些关外队,如果是做这些东西 有行情的,都OK,然后真的自发去做 然后就有人报道,是吧? 好人好事,我们当这些OK的全部都 现在不是嘛,现在你是政务处写了下去 那他就做了,做了还怕你不知道 于是做特别给你了,举牌拍照 一举牌拍照,现在就知道整个效果是负面的 是吧?完全负面的 你原来关外队是做这些东西的 那你以后有关外队来探你,我们的感觉 关外队是什么呢?你问我,是吧? 当然你问我,我又不是专家了,是吧? 基本上也没有那么伟大的人去想这些东西 但是你说要照顾一下社区里面,是吧? 那时候说要找出一些隐清,又叫他去找 有点激烈,邓炳强说有些思想激进的宅男隐藏了 找他出来,又叫关外队去找 你真是白搭的,那我当你是了,专做这些东西 那我们期望这些是什么级别的人呢? 起码都像个社工 社工最弱的那些,是吧? 都要去上阿图,是吧? 一年半载的计划都要拿回一张,你才叫做社工 那是有训练的,社工 那现在他们这些没有训练,乱那么怎样 也都不得罪他们,看样子就知道了 街坊街里,没什么世伪,也很难赚钱 那你去那些快餐店打工,几十元个茶餐厅也是做 那这些好像斯文一些,或者好像意义大一些 都是做而已,基层有人做,没什么简责,是吧? 你一天就做foodpanda,这些没有了,不是歧视他们 但是他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呢?是吧? 等于他是不是适合做社工的工作呢? 有没有培训给他呢?是吧? 你部分可能教育水平高一点,你开个课程给他 然后他专注去做这东西行不行呢? 这些才是专注去做调解家庭,这样也可以的 其实没什么坏的,但是你就叫他做那些 他做得那些,他就觉得自己是社工 那他就不会高兴呢? 喂,你当他非庸而已,你当他是非庸 那我就做了,他就做非庸的工作了 然后就说,喂,非庸是做你家庭的,就是什么? counciling 不行的嘛,他自己都会各式混淆的嘛 我是一个社工,我是一个关心别人家庭的东西 我提供服务,而且我学历就比较有点的 假设个别,读个书比较聪明 区员很多服务都会做的,包括帮人填表这些 做到这些就对的了,起码他自己觉得我这样做就是 这个就是我工作了,但是如果有些人聪明到 组织到很多街坊帮忙,区员就是这样 就是一呼百应,出去扫一下东西,扫一下清理 等我街快点清了,还有等那些水早点退 那又有人肯的,这些就是你要等他自愿去做的 现在不是的,现在因为你是,这就是计划经济了 就是你政务处计划了,要他做这些东西 所以他不做呢,不做他就怕没得KPI 没得KPI就没得做这个,下次就没份了 那你说他是不是自愿的呢? 你看他接受访问都不是说到,其实不是想做啦 不过你老板叫到,受人二分四 其实是这样的心态而已 所以大家就无需要笑这些关外队,是吧? 因为他是,怕KPI担心没有,有个小队,是吧? 你选择不职而已,你的管理人员就写了守则 是吧?你没得抗拒的 因为你抗拒,下次就不请你了,是吧? 就是这样啦,就此而此啦 我又提一下,可能有法律问题的 如果他们去收拾垃圾,做东西 跟着有条树倒了,那谁负责呢? 你想想,其实他们没有劳工保险的 在街上做这些东西是有风险的 就是你据树队,他出了事,他是雇员 雇员有雇员的保险,有雇员那个什么 那是不是出了事,你要负责好像雇员那样呢? 他滑倒又怎样呢?你关系队你见很多啦,搜地这些啦 其实不是一定是强壮的人,不是一定是走得走得 但是可能是普通 不好意思,可能是要被关爱的人来的啦 一个麻烦,可能有三高的 你叫他做这些操纵事,如果他跌倒又怎样呢? 下雨湿湿喔,你以为很简单的吗? 你见他们啦,没有穿水箱的喔 拖鞋的又有,穿着普通球鞋的又有,的确是普通人的装束 但是这些装束呢,其实不适宜,在下雨湿了,在街上走的 我说的,因为我做过,不是做过,我做过疗仔部嘛 那我们出去呢,都有标准装备,雨衣啦,是不是? 还有头盔,头盔雨衣,和家屋,就是落区,打风下雨的时候 打完风下雨呢,没那么危险啊,当然 但是都是的嘛,其实是容易受伤跌倒的嘛 好了,就是为了叫他出来做粗,是不是? 所以有人说这些AO神化了他 是就是读书了,但是是不是等于懂事啊 你看那些,四十多专员三、四十岁 其实做了十年八载,掉了落区 就是好像AO要去政务处,就是落区做一阵 本来是对的,但是他们有多少,多少识见呢 人生的识见,或者对于社区那些 当他识的时候都够钟啦,是不是? 那我就说呢,没有了区员搞这个关爱队 为了要证明这个关爱队呢 是一个伟大的构思,是一个好的构思呢 就很多古怪的东西都会出现了 包括呢,就叫他们去掃垃圾了 就因此而出现这件事 但是这件事呢,就是形象甚坏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就是呢 原来,讲多一次了,是有队员的概态 不是他们主动争取来扫书业的 是符合当局要求,是不是? 是一个文件,应该有的,是吧 就是有文件的 当中,民政署向关爱队发一发限阅文件 什么叫限阅文件呢?只是你们看而已 提及我们天理下文政事务专员 作为关爱队总指挥 所以这个专员呢 读书好,做了AO,做了30岁 领导整个地区,不要这么天真 领导整个区议会 会是否变成特首了,地区特首 会是否情况召唤关爱队执行 关爱队说服从文政专员的指示 调配,提供一列列指引 多数包括参与最后救灾工作 例如安全情况、协助 清理塔树的残枝等 塔树旁边呢 塔树其实是有危险的 你不要看到很多树要快点去掃 那棵树突然大量落,然后它就垂,随时会垂 有事的时候怎样呢?有事的时候就 没有努力保险,你的关爱队都垂完 到时当然政府会赔钱给你的 到时才取消这个东西 现在就要取消它了 你叫一些区域员做,其实区域员不会做到的 你不用争争争争到这样的 为了证明你的关爱队成功 什么都搞得好 做情报员就搞得好 隐藏着情报员 做垃圾 当然了,专业的情报员是可以继装任何东西的 做垃圾啊,做货车司机啊,做知机啊,做保安员啊 做外卖啊,看电影都见了 正式的特务是可以继装任何东西的 不过我说关爱队不是特务,关爱队应该不是了,没有这个训练 不过被指示,将来有什么事呢 现在地区里面好像有些不高兴的人,诸如此类 就问关爱队,有没有做民意,调言啊,一般小市民 他们对政府政策如何啊,这些一定是关爱队,国内是这样的 是吧,那些街道委员会嘛,但是你又知道啊 今天我想国外都不弄这些东西,为什么呢? 有上网的嘛,如果你要收集民意,你就上网咯 看大家留言,诸如此类,你就知道民情是怎样咯 用不用叫关爱队啊? 当然你叫关爱队,带动民情,行不行啊? 所以整个构思是几个按钩呢? 所以为了杀这个区议员,知道杀了之后呢 你知道,我不明白的,他又弄了一堆啊 给了那些蛇齿饼总,今天连那些都不信 还是以后连那些都取消呢? 蛇齿饼总的区议员,我希望也是取消他们 反正都是废的了,那就用关爱队代替了,诸如此类 好了,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看看大家有没有 屋邨一向是胡违迷,失踪猫狗行不行呢?好啊,好啊 向政务处打电话,说不见了猫狗了,叫他来找吧 啊,关爱队,塞街,外判清洁工炒得不会 因为你又不代替可以的,是不是? 他现在呢,就是,冷是,紧急时候很多人马不可以调动 做老板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有没有说过我刚才说,有没有想过我刚才说 就是如果出现这个,就是如果出现工商意外怎么办 打完封是很容易有意外的,跌倒了,东西跌落来扎倒了人,扇勾身 这些就是工商意外咯,是 廖仔布最多黑社会成员做,我不是黑社会的,普通工人的 我是办公司来的,大佬,是,我们和黑社会对峙的 不过现在是几十年前的事咯,是吧,几十年前的事咯,好了,好了